当地时间11月16号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立马 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 习近平指出 过去四年 中美关系虽然历经跌宕起伏 但也开展了对话和合作 总体实现了稳定 我们指导双方团队通过磋商 确定了中美关系的一些指导原则 共同推动两国对话和合作 重回正轨 恢复和新建了20多个沟通机制 在外交 安全 经贸 财政 金融 军队 禁毒 执法 农业 气候变化 人文等领域取得了积极成果 过去四年的经验值得总结 启示需要记取 我认为至少有以下几条 一是要有正确的战略认知 休息抵得陷阱不是历史的宿命 新冷战打不得也打不赢 对华遏制不明智不可取 更不会得逞 二是要言必信行必果 人无信不利 中方都是说到做到 但如果美方总是说一套做一套 对美国的形象很不利 也损害双方互信 三是要平等相待 中美两个大国交往 任何一方都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对方 也不能从所谓实力地位出发压制对方 更不能为保持本国的领先地位 而剥夺对方正当发展权力 四是不能挑战红线底线 中美是两个大国 难免有些矛盾分歧 但不能损害彼此核心利益 更不能搞冲突对抗 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是双边关系的政治基础 必须恪守 台湾问题 民主人权 道路制度 发展权力 是中方的四条红线 不容挑战 这些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 防护栏和安全网 五是要多搞对话和合作 在当前形势下 中美两国共同利益 不是减少了 而是更多了 不管是在经贸 农业 禁毒 执法 公共卫生等领域 还是面对气候变化 人工智能等全球性挑战 以及在国际热点问题上 都需要中美合作 中美双方应该拉长合作清单 做大合作蛋糕 实现合作共赢 六是 要回应人民期待 发展中美关系 应该始终着眼 两国人民福祉 汇聚两国人民力量 中美双方 要为两国人员往来 和人文交流 驾桥铺路 也要排除干扰和障碍 不要人为制造寒蝉效应 七是 要展现大国担当 中美两国应该时刻考量 人类前途命运 为世界和平担当 为全球提供公共产品 为世界团结发挥积极作用 包括开展良性互动 不搞相互消耗 不协迫别国 选边站队 习近平强调 中美关系的发展历程 印证了中美建交 45年来的经验和启示 如果两国做伙伴 求同存异 中美关系就能够取得 长足发展 如果把对方当对手 恶性竞争 中美关系就会遭遇波折 甚至倒退 当今世界动荡不安 冲突频发 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大国竞争不应是时代底色 团结协作才能共克时间 脱钩锻炼不是解决之道 互利合作才能共同发展 小院高墙不是大国作为 开放共享才能造福人类 中美关系稳定发展 既关乎两国人民 也关乎人类前途命运 中美要继续探寻 两个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实现中美两国 在这个星球上 长期和平共存 多位世界注入确定性 提供正能量 习近平强调 中方致力于中美关系 稳定健康 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没有变 按照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 处理中美关系的原则 没有变 坚定维护自身主权 安全 发展利益的立场 没有变 更续中美人民 传统友谊的愿望 没有变 中方愿同美方 继续保持对话 拓展合作 管控分歧 延续中美关系 来之不易的 齐稳势头 习近平就台湾 经贸科技 网络安全 南海 乌克兰危机 和朝鲜半岛等问题 阐明中方立场 习近平强调 台独分裂行径 同台海和平稳定 水火不容 美方想要维护台海和平 关键是要认清 赖清德和民进党当局的 台独本性 甚至诱甚处理台湾问题 明确反对台独 支持中国和平统一 中国人民的发展权力 不可剥夺 不容无视 各国都有维护 国家安全的需要 不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 更不能以此为借口 对别国恶意 涉陷打压 所谓中国实施网络攻击 既没有证据 也没有道理 中方本身是 国际网络攻击的受害者 一贯反对并打击 任何形式的网络攻击 中方坚决维护 南海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当事方对话协商 始终是管控南海争议的 最佳方式 美国不应介入 有关南沙岛礁的双边争议 不应纵容和支持 挑衅冲动 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和作为 始终光明磊落 就是穿梭斡旋 劝和促谈 为和平而奔走 为推动局势降温而努力 中方不会允许朝鲜半岛 生战生乱 不会坐视中国的战略安全 和核心利益受到威胁 拜登表示 美中关系 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不仅事关两国人民 也事关世界的未来 确保美中竞争 不演变为冲突 这是美中两国政府 对于两国人民和世界 肩负的责任 过去四年 美中双方共同努力 恢复和新建了一些 对话和沟通渠道 包括双方外交和安全团队 保持经常性战略沟通 开展坦诚深入对话 为增进双方相互了解 发挥友谊作用 特别是我们一年前 在旧金山会晤以来 双方在军事 禁毒 执法 人工智能 气候变化 人文交流等方面 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 美中双方相互支持对方 主办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和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展示了美中合作 可以给人民带来的福祉 美国不寻求新冷战 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 不寻求通过强化同盟关系 反对中国 不支持台湾独立 不寻求同中国发生冲突 不会利用台湾问题 同中国竞争 美方也将继续奉行 一个中国政策 美方愿在过渡期 同中方加强沟通对话 增进彼此相互认知 负责任的管控分歧 两国元首重申 双方就中美关系指导原则 达成的七点共识 即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保持沟通 防止冲突 恪守联合国宪章 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 开展合作 负责任 管控双边关系中的 竞争因素 双方愿秉持这些原则 继续稳定中美关系 实现平稳过渡 两国元首积极评价 中美战略沟通 外交安全团队 经常性接触 两军 经贸 金融等领域 对话机制的重要作用 同意继继续保持沟通势头 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两国元首回顾了旧金山会晤以来 禁毒 气候变化 人工智能 人文交流等领域 对话合作取得的积极进展 两国元首认为 双方就人工智能治理 进行了坦诚和建设性对话 在联合国大会相互联署 各自关于人工智能的决议 确认有必要加强国际合作 促进人工智能向善普惠 应维持由人类控制核武器使用的决定 两国元首都认为 这次会晤坦诚深入 是建设性的 愿继续保持沟通联系 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